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20号礼拜一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台股在今天一个表现 早盘是在低倒 后来震荡之后往上走高 如果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万点左右 大概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会担心一万点是不是高点 我应该这么说 一万点它是一个心理关卡 它可能不见得一次就会越过 但将来一定会被突破上去 我们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而且我认为第二季的可能性很高 为什么 第一个理由 FED升息之后 它下一个升息的时间点 是在六月份 所以我们有个空窗期 第二部分 这一次叶妈妈所透露的讯息 是还是一样维持在宽松的一个状况 等于相对来讲的话 那么资金的收缩力没有那么大 第二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空窗期里面 我们有一些业绩股 它面临到所谓的拉货潮 就是苹果派 所以我想台股的部分 可能没那么快攻过一万点 那么本周不见得会过 但是本个季度 下个季度 Q2 第二季四五六月份 我认为上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因为苹果的拉货潮如果出来的话 苹果供应链当主攻就上去了 我们没有乱讲 你看一看股票好不好 你看一看股票 可曾是不是在开始创新高了 可曾在创新高 今天已经开始拉出谁 台郡 这是苹果的软板 可曾是苹果的机壳 iPhone的机壳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说苹果派可以接棒的话 那业绩股的主动力就会增强 所以我想一万点 或许还是一个心理关卡 还是一个大家害怕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那么基本上我们有 应该这么说我们有潜力的部队 可以往上攻 好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个股 因为我们毕竟买股票要买对 选在对的产业 买在对的个股 你当然就不用怕 对吧 我跟你谈过了 大概我们可能要走的方向 未来在第二季的部分叫两缺货跟两成长 哪两个缺货 一个是no flash的缺货 另外一个是这个半导体细菌源的缺货 那两成长呢 一个成长叫做i8供应链 iPhone 8 我只讨论i8 我不是跟你谈iPhone 7s iPhone这个7等等 plus这个等等 我不是讨论这个 我讨论的是iPhone 8 因为iPhone 8是新改款大改款 所以iPhone 8的一个拉货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 那么相对来讲 我问过了在演讲会上 上个礼拜六我办演讲 有一些这个苹果 使用苹果的一个用户 那么投资朋友 我问他i8你心不心动 大部分都心动 所以这一次i8的换机潮 其实应该是蛮 我觉得应该是值得期待 如果i8的一个换机潮值得期待 他现在又备货1亿支到1.1亿支 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两年前的i6有没有 iPhone 6 iPhone 6当时出现了一个 这个尺寸放大 手机的尺寸放大 所以形成了一次这个拉货槽 就是所谓的这个大改款的一个状况 那两年之后 一般来讲 我们使用智慧型手机 大概两年会换机 今年刚好i8 iPhone 8 所以iPhone 8的部分 又因为它偶类面板 那又采用所谓的这个 这个玻璃机身 那很多人是非常心动 如果非常心动的情况之下 那今年的这个iPhone 8 推出来之前 那个备货槽要提前 要提前的 所以我们可能本来第二季 是苹果的淡季 苹果供应链的淡季 但现在看起来淡季可能不淡 好 所以呢 那这一次拉货槽会提前 那因为会提前 所以我才认为 我们的第二季有可能公安点 这是我的理由了 好 拉回来 我刚才谈到两缺货两成长 缺货的部分是半导体细晶圆 跟no flash 那这两个部分 我们在布局的方向 我有跟各位谈过 那么包括了半导体细晶圆 我们不是讲那个 这个细晶圆有很多种 有的是太阳能细晶圆 不是国硕 国硕是太阳能细晶圆 我讲的是半导体细晶圆 然后另外一种叫做 累晶细晶圆 所以很多人跑去买 那个什么加晶圆 上个礼拜五 今天加晶是这样走 上个礼拜五 涨一半就打开了 你看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我说加晶不是 因为它是累晶细晶圆 它也是细晶圆 但它是累晶细晶圆 你买加晶 还不如买什么 买合金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五 我们进场布局的 16块买进的合金 在今天已经来到17.2 有没有 已经1块2了 1块2大概 懒得算他 懒得算他 因为我基本上我买的点是对的 我买的点是对的 那合金还有一个东西 它是8寸的细晶圆 这一次的细晶圆 产业面的部分 基本上我应该这么说 产业面就交给我就对了 你也不要烦恼太多 我会带各位来做 我想这个才是关键 上个礼拜我跟你谈到了 这个在Lite Aid的部分 我跟你谈到什么 你是我Lite Aid的同学 我不是跟你介绍什么 细晶圆的产业 那其中环球晶 3寸到12寸 台胜科8寸12寸 合金是什么 4寸到8寸 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一个 细晶圆的涨价是从12寸开始 然后扩延到8寸 那8寸里面谁 谁获利最大 就是合金 就是合金的货 它的转机性质是最浓 那当然12寸的部分 包括了台胜科跟环球晶 但我比较偏向台胜科 原因在哪里 因为股价未接的问题 所以3532的台胜科 那当然今天留了一个 有一个十字线 稍微整理一下 那低价位的部分 就是6182的合金 除了我们的合金 在今天拉起来之外 那么在上个礼拜五 就已经大涨 在今天再涨3个百分点 你反正你跟着我 那么你就会什么 就会受益 因为我带各位买的 都是市场当中缺货题材 我刚才谈到了 买在什么 我们去选那个产业趋势向上的 选在对的产业 然后买在对的个股 你就会赚钱 这是我刚才谈到一个关键点 细金元细金元 你跑去买国术就不会赚钱 有人跟我讲 那中美金算不算 算 但是中美金是太阳能细金元 把它算在里面的原因 是因为母以子贵 因为中美金本身持有环球金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它是间接的 但你直接的要买 一定是环球金 台胜科跟合金 只是你怎么去思考 那我是没有 没有选择环球金了 那我选择的部分 不在环球金身上 但是呢 合金跟台胜科 我认为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好 拉回来拉回来 另外一个缺货的部分 叫no fresh 那最近的 当我跟我的会员报告 我们在买进这个 滑邦店的时候 那我也跟我的LINE A的一个 同学们也介绍了滑邦店 这样的个股 那当时在12块左右 今天滑邦店这样走 来到13块 来到13块 最高13.1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去 掌握到正确的方向 原因就是从产业面出发 当然我强调一点 no fresh里面 现在最纯的叫旺宏 2337的旺宏 但问题的重心点就是 我就觉得旺宏有一个 有一个简直在那边 所以我退而求其次 我选择滑邦店 那我的梦在哪里 我的梦在于 美光如果要退出 no fresh的部门 它这一部门准备要卖出去 如果滑邦店可以拿下 美光的一个no fresh的部门 那滑邦店的产能 就是世界第一了 目前是产能最大的叫旺宏 全球最大的叫旺宏 第一名 滑邦店是第四名 那就是后面看看 他有没有办法去拿 美光的no fresh的部门 第二个部分呢 我该谈到一个关键了 就是说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再买 低档去买股票 我不太喜欢冲上去再买 可是呢我去 像我去办演讲的 这个上个礼拜六办演讲 那就有人去追美琪 追在五十块以上 追到五十一块五十二块 那就很奇怪 我三十六块跟你讲美琪 你偏偏要五十块以上 才去追美琪 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问题 你来看 我说我就问 为什么你要去买美琪 他说因为他每天都在涨 所以他就跳进去了 跳进去就套牢 隔一天蹦个打跌顶板 吓一跳 他就来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看美琪码是看估的价格 问题是如果你在高档买进美琪码 跟我在低档买进美琪码 我们的观念心里就不一样 我根本不怕你跌 我不怕你修正 但是如果你相对来讲 来高档就会害怕 所以来这个中立厂 有一位小姐她就来 她就问我 我说还会拉回去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 上个礼拜我就拉向你线 今天又大涨 今天又涨 只是涨不 有没有办法涨到你的五十二块 五十一块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目前估的价格还在高档震荡 有点回一点 没有正式回来 如果正式回来 我撤退了 你反个套在上面 我三十六块涨到五十四块 我已经赚十八块了 你偏偏要在高档去买 所以我常在讲说 很多人在自己做股票 常犯了一个毛病 你就是低档你不愿意买 然后看到在涨的时候 你就拼命去追 所以我想改变这个方法吧 改变这个方法 就好像当我看到了 这个大宗在往上涨 当我看到大宗在往上喷的时候 我如果错过了 我不会在高档去追 我宁可选择什么 我选择 我就来思考一个逻辑 大宗为什么往上涨 它是IC设计嘛 就跟茂达一样 茂达大宗的大涨 是因为IC设计 是因为什么原因大涨上去 MOSFET 叫MOSFET MOSFET的一个缺货 原件缺货 照他们大涨 好啊 那么大宗跟茂达是IC设计 它手上会有多少的库存的MOSFET 很少嘛 那真正拥有比较多的 就是帮它代工做封测的 叫做身手灵活 大家都知道身手灵活 其实就是身手敏捷 你倒过来想叫做杰敏 6525的杰敏 所以当我在LINE8的上面 推荐这支股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当时是大涨上来 从62块以下涨上来 到今天已经来到 接近70块 最高已经来到69块多 所以当我们买在对的部分 这个就是身手灵活 这样各国间公开了 那我想如果你对于我的LINE8有兴趣的 可以加入我的LINE8 那LINE8的一个部分 是在LINE上面去搜寻 打一个小老鼠AD 然后呢 我的账号叫做FU8899 FU就英文字 For you的概念 FU8899 另外呢 那么在今天也给各位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会场假 上个礼拜里我办会场 然后呢 如果你不客前来的投资朋友 那么今天我们开放一天 会场的价格给你 会场价绝对是最优惠的 你来打电话来公司的话 不可能有会场价的一个价格 所以会场价是最优惠的 我开放会场价 一天给各位 然后呢 我准备带你准备在万点之前 先做布局的动作 然后去找到他机会点往上冲 那么赚钱的机会 就从今天开始会场价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谢谢收看 每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保证得令人对于合作哦 货赂金 honest无本地哦 晓晓虎光